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度非常经常来上我们的节目的老师 待会我报告他的名字 大家一定对他很熟悉 那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 今天礼拜一美股的收市的情况 今天是收跌的 科技股呢已经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滑了 令纳指蒙受了9月份以来的 最大连续两日的跌幅 看看这个NASDA有多么的强壮 在今天收盘时 道指下跌了36.3 报21,235.67 标普500下跌2.38 报2429.39 纳指跌了32.45 报收是在6,175.46 在上个礼拜五 纳指一度创了历史的最高的盘中的记录 但是那一天呢又逆势向下 当天收盘是收跌了1.8% 那今天呢是礼拜一 在这个礼拜最大的经济的一个报告就是在6月14号 也就是后天礼拜三 FOMC的meeting将要决定6月份是不是美国的短期的利息还会增加 现在一般分析师认为是会增加的 好 现在让我们来介绍今天的嘉宾出场 他是大赢家艺术的作者江西州 Rudy江老师再度回到我们的矽谷湾区 欢迎你江老师 Rudy你好 那你好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太高 太高兴你能够回来 并且能够接受我们在现场的访问 来听一听看您最近几年 在海外 周游列国 然后也做了 观察了很多 然后也选择了美国的股市还是最好的一个投资的标的物 那最近的想法做法跟过去当然是进步更神速了一点 在您偶尔回到美国的这个当中呢 都有跟在过去的学生们还继续开课 听了实在是非常的兴奋 Rudy 那看到现在的市场是连创新高 那不要说是在今年一年都上涨了10%以上 自从在去年特朗普总统选举 当选之后11月以来涨风更强 那在最近一阵子以来几年了 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您研究出一套穿越时空 并且是年年都有赚钱的美国股市的交易系统 并且您主张的是不闻不问 不听不看 并且不用基本面 只用技术图表和极少数的股票的技术分析 就能够达到这个level 怎么做到的 说实在这几年 从大概七八年前就开始 然后有这么一个idea 就是说以后再修了怎么办 或者这些四五十岁以后的人 他钱以后想要把它能够增值 那怎么办是最安稳 你又能够做到比其他的工具要好 那后来就再想一个一套方法 后来想了几年呢 一直改一直改 到最近这三年 他把那个方向跟那个picture把它确定了 确定了以后 再把里面的比较detail 全部都给他筹划出来 那这个中间呢 用了很多的程式去抓 把这些过去的历史图表抓出来 因为基本面 基本上 基本面是很好 可是你有时候要算那些 会计的数字啊 什么算力道 然后做出来还不一定会赢 那技术面呢 又太多说了 然后也是一大堆图表 看着什么东西 反正里面的内容太多 要学得太多 也是莫衷一试 那所以这个 所以 然后呢 conclusion是什么 conclusion的话就是说 只能到最后研究了半天 花了好几年功夫 一直找不到答案 确实也是很难找 他等于天马行空再找 后来就说 可能唯一的办法嘛 就要照 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鬼谷子 他讲的那个作法就是说 你是以过去 过去的资料还是很重要 从过去里面去找到资料 然后来判断一下未来是怎么样 明白 他觉得这个也不错 另外还有一位美国这边的一个专家 他是诺贝尔奖 好像有关系的 然后他的那入门上面写 也是说 只有三年以上的记录 价格记录 可以做 对未来可以做出一些 比较正确的预测 超过三年以上 我就大胆的找了三十几年的资料来看 然后你就用大数据 现在最流行的这个大数据是三十几 比较 对 然后从里面看看 确实看到一些注释马迹了 然后再把注释马迹用程式写出来去抓 抓到后来百分比越来越高 所以才比较有把握说 这样子确实是可以赢哦 不是不能赢的 但是这个也是有限制的 什么限制 也就是说 第一个你要选的市场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经过了香港市场 中国市场 台湾市场 我全部都玩过 但是都不是很稳定 都不好玩 也不好赢 因为你要找一个比较好赢的嘛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比较好赢 那所谓的好不好赢 就是在公平性的问题 那我觉得美国的股票的公平性 虽然不是绝对的 但是在这几个比起来它是最好的 就最稳定 最有系统 并且也最健全的 对 比较不会对人家呼隆 比较不容易 当然了 它在最高点 峰顶那个地方 跟谷底那个地方 还是有人要呼隆你的 在institution就在呼隆你 但是呢 它要呼隆 它还是留下一点足迹啊 那你刚才说在最高点 那这个指的是股指 而不是以个股来做评论 没错 没错 刚才您讲到的这两位大师 后来我没有听清楚 您在后面一位大师 您说要看过去三十年的资料 还是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就够了吗 对对对 他说三年 他说三年以上 他没有讲说到几年 三年以上 那我大概讲越多越 那当然 他说这样子 他说这样子就比较稳健了 那我一想说三年嘛 那我用了三十几年来看 应该够了 那我一看的结果 我就把中西两方的这种 这种说法 结果确定他们讲的确实是不错 这大数据给我很满意 蛮满意的 那你把这些所有的资讯 结合基本面 技术面放到什么样的系统 这个系统是只有你自己用 还是给学生也有用 那我们可以一睹为快吗 还是怎么一个 你总不能把这么好的东西 藏着自己用 没有跟大家分享 这个系统当然是 可以公开给大家用 问题就是说 有一个问题就是 不管你是什么系统 不管你的系统多好 多型 或者你讲的多好 但是别人用了跟你用了 还是不太一样 为什么 就算你全部都照 因为我跟你讲 实际上我本来是用程式在写的 后来我写的后来 那个软件已经停掉了 停掉以后我自己 只能再用另外一个软件 写的那个语言 我不一定熟 所以我只能把它写成文字 能把条件写成文字 这样子看的话 就稍微累一点 但是基本上我都把它简化了 所以你要讲给人家听 也是可以 但是说做出来 会不会走样 都不一定 因为中间还有一些东西是 金融的特征 就是说它的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是会变化的 虽然说你把它定在哪里 你把它定在哪里 它不一定乖乖的听 所以换了一个人在做的时候 当时他碰到的情形 你用这个条件去做 也许还有一点点副作用 那你可能就不一定怎么办 那谁也想不出来 都会有一点点reaction Rudy那在我听起来 就是研究research 还有判断的部分 然后再加上trade 跟这个研究的人 还是要分开 分开的话 也要看这个做trade的人的技术 心态各方面在哪里 那是不是找一个像 比较像robot 一种这种工具 或者是傀儡来做 那是不是比较接近完美呢 其实它也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它这个东西 跟技术分析的关联性很小 就是说你不需要懂技术分析 但是它又有技术分析的一些 concept在里面 只不过那个concept 讲几分钟就讲完了 那你基本面的话 当然已经不用讲 因为等你做完了 又再回头看基本面 就正好confirm 这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那robot来做的话 有些金融的东西 就是你把它定在一个百分比 可是它就离那个百分比 正好差一点点 那你这个robot就做不出来了 可是在你眼睛看的时候 manual在看的时候 它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双顶 两个顶 那你到底是多远的距离 叫两个顶 你没有对切的指标吧 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但是我们有一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是一般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说两个顶上下差距 不要超过三趴 但是一定三趴吗 那四趴不行吗 很难说 好 那既然今天我们开场 然后就来讲到的是 Rudy在过去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系统 但是这个系统呢 既然我们现在看不见摸不着 那我就用访谈的这种方式 请Rudy来回答 看看能不能多亏一些究竟啊 比如说现在的股指都是在高点 那Rudy您认为 现在三大指数的现况分析 那现在是高峰的峰 这个峰顶到了吗 好 我们先很快的看一下 那个高中石 看高中石 对高中石的指数呢 它现在很明显的 也就是说它来到一个峰顶 来到一个峰顶以后 它现在在做第二个顶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第二顶会不会成功 但是你不管你做什么事都有Risk 你的思维在这个时候 是要放在双顶的位置 就是说它可能在做Double Top 那么因为呢 因为它现在 它现在的高点跟上次的高点 两个差别不是很大 可能在三四趴左右 所以它是符合这个 双顶的条件的 在双顶的情况之下 它是比较容易下跌的 至于说跌多少 我们要用预测的话并不容易 因为这个东西 有一个办法可以预测 也有点准确 但是要等它把两个顶的中间的 那个叫颈线 我们以前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颈线 这个概念把它跌破了 你就可以去算 它可以跌到哪里 那算出来还蛮接近谷底的 那是谷底的问题 但是目前来讲 Double Jones跟S&P500 好像都做了双顶 两个都是双顶 对 这个双顶就是说 会带来一个下跌 但是NASDA它没有 它还是一个单顶 它是一个单顶 就是说它比较强一点 好 等一下 现在道琼斯跟标普500的 第二个顶已经看到了吗 还没有 就是您的预测是说正在形成 对 正在形成 所以它第一个顶 是发生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是不是 第一个顶 它这个第一个顶 我看一下 第一个顶 对 在三月的时候 这个单顶 对于道琼斯来讲 第一个顶 在三月份比较容易看 可是标普500 它现在的这个顶 比三月份那个顶 超得多了 多得多 我看看 有没有超过3% 还是4% 2100点 现在2400点 300点 有哦 几乎超过10%了 那它就不是 那它就不是 那不是的话呢 它就是单顶 好 它就是单一的顶 那单一的顶就特别强 不太会掉 那就很简单 就不太会掉 好 所以它跟NASDAQ 本身这两个都是单顶 不太会掉 到中时做了两个顶 但是呢 也这个双顶 虽然会掉 但是有时候掉不多 那不是都一定都大掉 纳什达克的这个 在上个礼拜五开始下跌 一个大棒子下来 比较明显 那您认为它 这个只是单顶 所以要下跌的可能性不大 是这样的吗 单顶也是会下跌的 只不过说单顶 通常来讲 单顶里面 比较多的百分比是不跌的 大概50%以上 是不太跌的 就是说它可能跌一两周 可能就回头了 但是偶尔有的单顶是会跌的 也会稍微跌稍微多一点 但是都不会造成太大的damage OK 好 这个大的方向就了解了 现在我们中场休息一下 来继续探讨其他几个 在趋势上面 最重要的一些要素 今天访问的嘉宾是 江西州Rudy江老师 再度造访湾区 被我抓来 做现场的访问 朋友们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随着大学录取变化的趋势 您有正确的团队 帮助孩子进入理想大学吗 真正的成功 来自对学习的热情和动力 在SK Education 坚信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成功 SK Education 与父母攜手 确保孩子的成功之路 让SK帮助计划孩子的未来 SK Education 6月24周六下午1至30 在南湾举办 如何撰写大学文章座谈会 请速报名 请致电408-800-7620 或上网登记 www.skcgi.com SK Education 相信我们的学生 相信我们的父母 紧急通知 加州最受欢迎的 长期护理产品 确定马上会涨价10% 该产品有高达5% 福利增长 Guarantee 免税福利和夫妻特别折扣 并可分期付款 为保证您能赶上涨价前的末班车 英图财富特举办专家说明会 6月18号星期天下午2点 报名电话408-586-9969 586-9969 英图财富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五湾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408-720-6800 德利洋地产 诚挚的邀请您 参加6月买方研讨会 德利洋地产的买家团队 将会就如何 给出至上的出价 展开讨论 谢国最成功的经纪人 Candy Leung 提供戏谷最新的房市动态 6月15日 周四晚6点到8点 在Palato Hills乡村俱乐部 定位650-543-8500 或电邮RSVP AdelianRealty.com 此讲座为英文讲座 专为潜在客户准备 谢绝其他地产经纪人参加 专业策划的生前信托 不但可以精准地 把你辛苦赚来的资产 按目的转到孩子手上 而且避免不必要的税项 加州提案13 对财富转移有何意义 建议中的税率改革 遗产税会有什么变动 Monica Yang 6月17号 请来专业税务师 讲解当前税法 保护资产 以及生前信托的要点 详情请上网登记 GREIClub.com 或指点408-823-9780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 城镇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讲座 德津阳地产 城镇的邀请您 参加六月买方研讨 特津阳地产的买家团队 将会就如何给出 至胜的出价展开讨论 矽谷最成功的经纪人 Candy Leon 提供矽谷最新的房市动态 6月15日 周四晚6点到8点 在Palato Hills乡村俱乐部 定位650-543-8500 或电邮RSVP AdelianRealty.com 此讲座为英文讲座 专为潜在客户准备 谢绝其他地产经纪人参加 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在我们的节目中是 元老级的资深的股市分析师 Rudy江西周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Rudy再度欢迎你 Rudy你好 谢谢 好的 我们刚才讲到了三大指数 目前的情况 那么如果有人说 哇高处不生寒 现在呢 是不是要买put或者是卖空 来做一点自己hedge的这个position 您的感觉如何 实际上我也把几十年来的做空的情况 也摸索出来了 一条法则 就是说一般在上升的单顶 是不可以做空的 像这样的这种单顶 你做空的话就是说你很紧张 你一做它一下来 一两根棍子它就回头 会咬人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 在上升的阶段变成两个顶的话 它就比较脆弱一点 你是可以空一点 它是会有比较容易赚一点 但是也要看它走了多久 像现在这走这么久了 如果做成双顶的话 去空它是有钱赚 但是单顶空太危险 OK 单顶就是像现在的纳什达克的指数 如果是标普500和道琼斯 真正做空的signal又还没有出来 只是有这个味道 但是不见得现在做何事 对 因为不能凭个人的想象 说它涨太高了 然后市场就要受到惩罚 那是不可以这样的 那么你就贸然进去做空的人 就会受到惩罚了 还有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市场会涨这么好 跟川普当总统有没有关系 其实也是有关系 但是就算有关系 那就说如果他当了总统以后是负面的 他其实也涨很多了 顶多就早几个月翻转而已 其实早几个月就下来 不会说涨到现在再涨一点这样 那是怎么看呢 因为15年跟16年 15年跟16年都出了一个很大的市场下跌得很厉害 那个百分比相当的高 是一个很大的跌幅 连续两个跌幅 在15年的8月多跟16年的2月 都到了两个很深的谷底 那这两个很深的谷底以后 还涨回到5500、5100 所以那种情况来讲 你就知道说这个NASDA后续会有多强劲 这种控制是没有办法比的 因为高中子跟那个SD500 早在2000年下跌的时候就没有跌那么凶 而且几年就回到创新高了嘛 他现在才创新高 所以他后续很强悍嘛 是这样子 好 那我这样听出慢慢的有一点心得 待会我就会问出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了 那现在再说一下 那您最近好几年来都是认为 这句话就很绝了 你说不闻不问 不听不看 根本都不用基本面 那么用极少的技术分析 就可以做到年年有余 这个其实每个人的功力不一样 能够符合这种的比较客观的一种 做功课的方法而能达到这种结果 可能很少人的level可以达到这些了 尤其您又继续说 不选股 不管财报 只选市场 好 不选股 不管财报 那比如说这个礼拜三FOMC的meeting 是否要决定 今年要不要 六月份要不要加息 这个您觉得也是比较irrelevant 不那么重要吗 不会影响到市场吗 这个影响市场会影响市场 可是对我们来讲才不重要 因为你是有一个条件 在找它的封顶 它的top在哪里 你会去算 而且会去看 它有这种迹象吗 有 你就可以卖 卖了以后你就不管了 因为你如果卖的 觉得说你卖的很不错 比如说 你就在这个礼拜卖掉了 你是在6200 6300 的NASFET 左右卖掉 那你是从去年2月 是最低点哦 那时候大概是4200 你的6200 卖掉你赚了2000点了 那就应该要 这个封顶我有做了一个粗浅的预测 因为这种预测总是不准嘛 但是我们总是要讲一下 大概呢 我能给它算到最高 我就是 我现在已经看得很不顺眼了 说真的 它就应该下来了 但是我也不敢空它 但是我还是给它机会 因为它单顶 我很怕单顶 然后单顶会一直走一个 走个不停 我就说它到6400 到6500左右 拜托它低一下头 然后就往下 打下来一波 就这样 也不会太过 因为这种单顶 低一波下来 都不会跌得很厉害 都比较温和 然后再回头 做个双顶 来个底下多 都是这样子 几十年来都这个样子 几十年来都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您觉不觉得 从2084以来 整个的股市啦 房市啦 也从一个方向走 三年以上 但是我们从2008年 一直看到现在 也够久了吧 就拿这个来作为一个 set model 并且也比较接近新经济 并且也能够relate到以后的AI 是不是就足够了呢 这些资讯 我们不要看三十年 我们就看从2008 一直到现在 足够以 你同意吗 我同意啊 但是我就是 我就是说为了要 如果说万一 我要讲这个系统的时候 我对自己有交代啊 所以我要多看几年 让自己比较 去年有个底 更信心 更有信心 对 更有信心 其实还是一样的 OK 好 那你只要 不管怎么样 什么方法 你只要判断市场正确 然后就想丢那个标 设那个标 打中 红心就是赢家嘛 对吧 我就是买低卖高 那谁不想买低卖高呢 对 那现在算低吗 现在算低吗 谁敢买呢 这个叫高 这个叫高 这个叫低 这个叫高 所以你就买买低 那或者是买高卖更高 买低卖高 对 所以你现在买的东西 要准备卖吗 你有要准备卖吗 现在这个时候 都在卖的范围里面 从现在开始都在卖的里面 一直到6000 6500 后面再涨 我们也不管了 因为所有条件都符合了 我也没办法再管那么多 就要卖 嗯 嗯 但有时候也会有 强述信号 就是说 这个信号出现以后 你一卖它马上涨回去 也是有了 那怎么卖呢 涨好 很少 那种情况 那种很少很少 大概十次里面 可能都找不到一次 那一百次里面 一次到两次有 但是那个情况 对 但是那个情况你要看 它是涨到什么弧度 如果涨的弧度已经够高了 那你也就算了 如果涨的弧度不高 比如说NASDA涨个5%10%它就出来了 那你就知道笑一笑 就知道这个无所谓的 那也得不了多 如果涨的 像这个涨了几十五十%了 哇 从去年这个低点到现在 还不到一年 那已经涨了百分之五十了 嗯 那你卖掉 你一点都不冤枉 那它后面再走人走多少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 随时随地都要看看过去 看看自己的portfolio 有些时候 你不稍微risk一下子不行 因为所有的一切的作法 都是跟风险有关嘛 你不可能都没风险嘛 所以就算你卖掉 你也不知道后面你卖的很准 你只知道说你卖的好像还不错 而且一切条件都符合了 万一它不经量的话 我也没办法了 要不然我就追 那追的话风险就很大 因为你的买点就变成在六千三了 哇那很可怕了 对不对 那时间已经剩下三分钟 渐渐进入尾声了 做股指的话 你是做大的股指吗 比如说道琼斯标普五百 还有QQQ 那这种subsector 行业的指数你看吗 你做吗 也不做 也不做 看这么大的方向 对 主要只是最安全 然后跌不齿 你不需要做财报 然后他们比较稳健 那你道琼斯标普五百 都比NASA更稳健 但是NASA赚的钱比他们更多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道理还是很传统的 所以大家不要忘本就是了 对对对 所以老实讲是安全的做法 那你比较怕的人 你就做QQQ嘛 比较胆子大的 就做他的两倍的 胆子更大的做三倍的 哦 那就是ETF了 OK 只要捉摸住这个势头 其实就搞这几个指数就够 就赚 就是比赚钱吗 就够了 就够了 对 它比Apple都赚得多 Apple 同一个时期 最近被人家打压 一下子就跌了几乎百分之三了 好 Rudy 那如果这种做法的话 你看一个长波段很好 那你说不定买了一年都不需要卖出去啊 对 没错的 所以也许 来卖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除非那个卖是必然的 必须的 而且你知道这个会跌很多 你才卖 如果跌不多 你为什么要卖 那问题就是 你又不知道会跌多少 所以就还有一些迹象来判断说 这个会跌多少 像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跌 它也跌不多 因为它是单顶 对 它跌不多 它太强了 买的人太多在那边等 等便宜货 所以你一跌下来 马上又跌过去了 除非说你institution 已经在那边做个顶 做得很明显 你现在还是在继续 把现在的市场金融 各方面的资讯 把它feed的到你的系统里面 所以这些股市的变化 或者是美国政局经济的走势 这种利息等等 这些也会输到你的系统里面 对你的指数未来涨跌 也是有相关的影响的 对吧 对 我是事后才看 来印证 来印证 看它多少被运在里面 那怎么办 我们刚才在休息的时候 就有听众朋友打来说 江老师好 这次到西谷湾区会不会开课 我怎么回答他们呢 如果大家真的想听 是要开个课了 因为可以把这些好这几年 好不容易累积下来的一些心得 很清楚的 而且这真的不需要什么技术 真的是很容易的东西 好好 那怎么样跟你联络呢 还是跟我联络 那跟你联络了 好跟我联络 OK 好的好的 好 那我们后会有期 那希望这次您在这待的比较久 我们还有机会访问到您 谢谢 Rudy江 谢谢你 好 哪里 好 拜拜 拜拜 好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上半场民族珍贵的这段访谈到此结束 休息一下 还有两段访谈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随着大学录取变化的趋势 您有正确的团队帮助孩子进入理想大学吗 真正的成功来自对学习的热情和动力 在SK Education 坚信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成功 SK Education与父母携手 确保孩子的成功之路 让SK帮助计划孩子的未来 SK Education 6月24 周六下午1至30 在南湾举办 如何撰写大学文章座谈会 尽速报名 请致电408-800-7620 或上网登记 www.skcgi.com SK Education 相信我们的学生 相信我们的父母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张力 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有十年高科技公司财务管理经验 及十一年Morgan Broker经验 他不仅总能提供市场最佳利率 而且可以解决各种贷款的疑难杂政 请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E-mail Lee at leejangcorp.com L-E-E at L-E-E-Z-H-A-N-G-C-O-R-T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张力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有十年高科技公司财务管理经验 及11年Morgan Broker经验 它不仅总能提供市场最佳利率 而且可以解决各种贷款的疑难杂症 请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email Lee at Lee张corp.com Lee at Lee ZH A N G C O R P Transpacific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 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带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现在我们来介绍 这个单元的嘉宾 她是Delian 就是德利昂地产公司的 Melanie Yu 嘿Melanie您好 很高兴又在空中给您见面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 那今天呢 每次我们都期盼着Melanie Yu 来给我们讲解 因为这个内容很 都是我们切身所需要的 今天又来给我们带来 什么精彩的内容呢 上次的节目之后 就说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 跟我咨询 关于我们推出的这个买房 买房送三年免费房屋养户 这个服务 那我在这个节目的开始 在简短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大家你都知道 从你买房的那一刻起呢 这个房子的保养和养护 就成了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对 但是呢 很多屋主呢 很多时候就是分身无数 无暇顾及到这一方面 或者有的时候呢 自己也不懂 就说什么要定期维护 比如说很多人都不知道 冰箱的进气口 你是要定期清理的 或者说家里的这个water heater 是要每一两年flash一次的 另外呢 就说还有 比如说很多维护项目太小了 那contractor 他就不值得他的时间跑一趟 或者说你要联系很多不同的contractor 然后整个过程呢 就是说不论是从这个效率来讲 还是从这个时间来讲 都是得不偿失的 还有费用啊 对啊 然后这样的话 那个小问题就变成大问题 然后你到时候 在想找人维修的时候 可能就说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对 这些的确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因为有很多事情说 等到这个自己的Burger Alarm 为什么也会响了呢 原来那个机器里头的电池 每五年都要换一个 这个也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对 真的是 所以就说我们就觉得 好 那预防相对于医治来讲呢 就是事半功倍 就是不要等到这个病入膏肓的时候 才去找这个医生 对吧 对 所以我们这个 等到病得太严重的时候 来修理的时候 不但费用高 并且自己的生活的function 都会受到影响 是是 所以我们推入这个服务 就是在帮助业主啊 如何防患于未然 那服务内容我就再重复一下 就是说有这个排水沟 落水管清洁了 修剪树枝啊 外窗玻璃窗户的清洗啊 公患室内这个通风系统 过滤器等等等等 这么16项的这个服务 16项的服务 哇好厉害 其实自己不但不知道 有哪一些需要做 homeowner的maintenance 其实知道也不知道 要去找哪一些 reliable的公司 那只有没有一个统计的数字 就是一个房屋 大概在一年 花在保养费上面 平均的价值 平均大概是超过了 3300万 3300美金 3300美金 对 这样子 OK 然后比如说贷款机构 他也说 比如说你在业主 你在这个估算 这个年度房屋保养费的时候 可能这个房子的 这个保养费用 大概是这个房子 初始价的1%到3%左右 所以这个钱都要先准备出来 对 在你买房子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这一项 但是德利阳地产公司 在这方面能够提供 卖方和买方 怎么样的优惠呢 就是说你跟我们买和卖 我们就送你三年的这个免费房屋 哎呀那加起来就得至少要一万块钱以上的价值了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 好的 OK Melanie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中的主题 就是要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德利阳地产公司的listing 卖房的服务 那卖房的时候 那房主当然希望房子能够以最好的价格卖出 那卖房子有些什么技巧 怎么样才能用最快的速度卖出一个好价钱呢 在我们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上一组数字 去年我们德利阳地产卖房团队 就是lifting team 我们共同 共代理了这个销售了133套房产 那总销售金额是4.5个亿 4.5个亿 对平均销售价是300万美金 哇那贵公司我知道就是在我们湾区最贵的城市之一 Pala Alto这个地方 对 那平均的房价你们也是走高端价位为主的 对对是跟我们服务的市场有关系 大概就是从北面是从Atherton 一直到南面的这个Sunnyville Mountainville 大概是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好Melanie 那这么庞大的一组数据啊 都是因为背后德利阳强大的卖团 卖方的团队吗 对我们来说就是说一个信誉良好的经纪人是不够的 你是需要一个 我们的客人需要的是一个得利的团队 所以在你选择这个我们德利阳的时候 你就选择了一个大概50个人的这么一个团队 所以等于是 您如果listing拿给德利阳公司来做 就是整个的团队有50个人来为你卖卖力 50个人里面大概30来个人是listing team 其他还有buyer team啊这样子 OK好Melanie 那这样子一个庞大的团队 当然是与众不同了啊 但是它仔细的特点到底跟别的公司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之处就是我下面要讲的这个八个步骤 如果这个八个步骤做好了呢 就能确保您成为卖房赢家 首先呢就是说你在选择了我们德利阳团队 最为您的卖方经纪人之后 就是说我们签了合同之后了 那接下来第一步呢就是跟我们公司的这个设计团队见面 然后为接下来这个房屋的上市准备做工作 这包括了对房屋进行必要的清洁和装饰 为什么要对房子进行清洁和装饰 也是你们的工作呢 就是说比如说你卖二手车一样 你卖之前是不要清洗吸尘 那这样做的这个目的是为了给买家留下良好第一印象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车卖出去 就叫detail 对第一印象 然后呢卖房子也是这样 你把房子最好的这个一面展现出来 然后吸引买家 尤其是若班区这种快捷做生活方式 很多人就说买家吧 他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能随时入住的这种房子 move in condition move in condition对 然后但是很多时候呢 就房主他会对这个房子产生感情 他从而他就不能理智的从这个市场的角度来审视这个房子 是不是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那我们的设计师就会用他专业的这个眼光呢 为卖家提出这个专业的房屋的赶进方案 然后并且一路进行修改啊参与啊监督啊这样子 那另外我们还有维修工提供八小时免费的现场服务 比如说帮你换换灯泡啊 捆扎一下热水器啊 或者说室内室外啊 及时发现这个隐患啊 那这个维修工具是比较professional的handyman的意思 对handyman 那另外的优势呢 另外优势比如说我们的上市房产量也很大 那我们就跟这个当地的供应商 比如说油漆工啊 清洁工啊花工啊回收商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谈到很优惠的价格 然后这些供应商在为我们的业主提供服务的时候呢 他们也不会再说加价或者谋取介绍费 这个合作过程是非常透明的 接着呢还有什么好康 接下来就是你要准备这个房子disclosure了 对吧 然后我们公司这个具有加州律师执照的这个地产经理人就会协助你来准备这份报告啊 另外呢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公司为这个卖房提供免费的这个房屋检查和重检这两个服务 Home Inspection和Pass Inspection OKOK明白了 那讲到这个地方我先把Melanie玉的电话号码告诉大家 是650-543-8504 650-543-8504 当我知道今天要讲到卖房的这些contractor的时候 我在上一次呢就已经呃受不了了 我就已经跟Melanie要了几个这些呃 比如说roofer啦或者是wash这些downspot的我的电话号码都已经拿到了 我虽然没有还没有经过你们买卖屋子 但是我愿意自己花钱来找这些人来维修我们的房子 好那么接着呢就是提供这两个服务的目的就是像这些inspection 它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其实就是说为了使上市房子上市之后的交易更为顺畅 比如说你买房在签合同之后都会请人验房 如果发现房子有问题 那买房迟早会是要求卖房进行维修或者金钱的赔偿对吧 既然这样就说你何不在房子上市之前就做好准备 那这样呢卖家可以把房子卖的又快又好 然后买家知道房子各种状态也是更容易下offer 其实啊如果说是买方带了一个客户来买 所以你这个房子的照片拍的好呢可以增加这个房屋的曝光力和打动潜在买家 啊然后呢去过我们这个open house地中朋友你们都知道我们挑选的这个室内装饰公司就是staging company都是业内最优秀的 而且呢第一个月的这个家具的租赁费用也是由我们公司来承担的 啊那就尽量在第一个月之内卖掉吧 讲到这个地方再让我把Melanie的电话再跟大家说一遍是650-543-8504 650-543-8504 那通常以上这些环节的准备时间大概需要多久 大概也是根据这个房状态来讲一般是三到八周时间 那所以就说如果你近期有听众朋友需要卖房子的你就要尽早约见这个地产代理人 因为听了这么多可能你也是有了一些概念 其实就说卖房子是没有捷径的啊你要把房子卖的快卖的更好 这个上市准备上市前的这个准备工作是不能忽略的 好Melanie那接下第五个步骤又是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由我们公司内部的这个市场部对即将上市的房产进行全面的推广 那这个工作也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我们推广的形式也是包罗万象 可以说在硅谷几乎是没有一个地产经纪人或者团队能做到跟我们一样 好的那听起来这里面牵扯的内容还是蛮多的 那您能不能够在今后的节目中专门用一期来为我们介绍 就是你们强大的市场营销的策略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如何真正的毫不小气的能够帮助卖方能够达到他们卖掉最快 并且卖掉最过最好的价钱的一个方法 对对对这个也是在我计划之中啊 然后我们可以在下面的几期里抽出一期来讲这个专门来讲我们怎么做marketing 好接着就是第六步 第六步就是公共房屋开放日open house啊 那在这里插一句告诉大家 就是说在业内我们是德里昂团队啊 是享有最佳经纪人房屋开放日的声誉 所以就说我们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呢 就是你的第一个开放日对你正在卖的房子很重要 啊那怎么才能让这些买家在那一天记住啊 我们所销售的房子 因为通常买家他每天都是看好几个open house啊 所以呢在那个当天呢 我们就会提供这种加时的服务 我们还会提供这个食物啊 现场调制咖啡啊 针对我们的白金物业 我们还提供这个现场音乐弹奏啊 主要就是营造气氛 也就是我们刚说的这种第一印象的这个重要性 我好像都已经闻到咖啡的香味了 那就讲到要接受offer了 接受到offer又怎么样处理呢 在收offer并且完成销售这个环节呢 我们德量地产的CEO Michael Rabka 他就会在这个价格谈判中来全程协助我们的卖家 确保这个房子以最高价成交 他就出现了 哎对 好的 好那最后就是完成过户公证 交钥匙 完成授罚 好东西来了 这个过程我们也会退买家进行指导 好 我们还是要把Melanie的电话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电话呢 还蛮关键的 就是您不只是跟一个agent联络 而是跟卖方团队的代表 就是Melanie来联络 来询问任何关于卖方的事情 650-543-8504 650-543-8504 每年夏天7月份的最后两个礼拜 德利昂地产都会举办夏季买屋促销活动 那在这段时间内购买德利昂代理上市的房产 就能获得免费的三件套的智能家居设备组合 另外还有刚刚节目前面提到的三年的全套房屋维护服务 还有德利昂地产刚刚推出的这个买房新政策 也就是如果您聘用任何一位德利昂团队的买方经纪人 代表您购买德利昂团队的上市房产 德利昂将免除买方您的100%的买方佣金 详情请联系德利昂地产的Melanie玉 650-543-8504 650-543-8504 中文投资网CIIX市场技术分析师Kings李黄 介绍该公司进入应用科技的进展 资深理财顾问沈荣提醒关于领取涉安福利 在其配偶的部分 尤其是前夫前妻如何获得最大的利益 GMCC万通贷款专精大额贷款 旧金山建商Filder代表现身说法 讲解为何挑选GMCC作为Prefer Lander 请于6月17号周六晚7点半准时观赏云乐漫谈 专业策划的生前信托 不但可以精准地把你辛苦赚来的资产按目的转到孩子手上 而且避免不必要的税项 加州提案13对财富转移有何意义 建议中的税率改革 遗产税会有什么变动 Monica Yang 6月17号 请来专业税务师讲解当前税法 保护资产以及生前信托的要点 详情请上网登记 GREIClub.com或致电408-823-9780 David 我好开心 最近跟Sabrina买了50万的人寿护理险 不仅除去率超强 利率7-8% 将来退休更不用担心没钱用 保费又不贵 最棒的是长期护理 无折扣100%理赔 若买的是50万人寿保险 长期护理就是50万 预知详情请电 全美人寿Sabrina 415-602-0347 415-602-0347 602-0347 紧急通知 加州最受欢迎的长期护理产品 确定马上会涨价10% 该产品有高达5%负力增长 guarantee免税福利和夫妻特别折扣 并可分期付款 为保证您能赶上涨价前的末班车 英途财富特举办专家说明会 6月18号星期天下午2点 报名电话408-586-9969 586-9969 Into Wells 进入财富 昌星珠宝名赚总会 昌星每刻钻石都尽严格挑选 相公细致 恒久珍贵 散发璀璨光芒 凝聚罪人魅力 昌星代理世界顶级珠宝 Arts on Fire Roberta Coyne Mickey Moto 肖邦伯爵 保克力 庆祝每个难忘的日子 要挑选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昌星珠宝是您的首选 圣河西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及Mupitas环球广场 查询请电408-983-2688 董燕杰SVRE地产实业公司 Broker Owner 贵股从业16年 成聘中英文双语Office助理 董燕杰南开中学 清华大学 诗坦福大学校友 电话及微信 650867-1248 650867-1248 GOOGAM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OOGAM 总部位于Sunnyville 在Curpertino Burlingame Fremont Crescenton Saramun North Jose 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来 欢迎加入GOOGAM 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408-720-6800 听众朋友 今天我们再度请到了 Frenet的华人业务代表 Lee Ng 来到节目当中 Lee 你好 周洛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在过去几个单元中间 听到您讲了很多 对于Frenet的 small business有兴趣 必须要注意到的事项 真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 今天要来跟我们 Share的information 是关于成功创业 或者是成功企业的 这些人士 他们的mindset 应该是具备哪些条件 好 那我带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想创业的话呢 你做一个企业家的话呢 必须要有那个基本的条件 这基本的条件呢 就是在思维上 要改变三个因素 改变思维的三个因素 哎呀 让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具不具有这个三个因素啊 好 第一个就是金钱 第二就是时间 第三就是risk 就是风险 金钱 时间和风险 这听起来很通俗啊 但是specifically 有哪一些要点呢 好 大部分的客人呢 其实要的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呢 就是financial freedom 我要钱嘛 对不对 对 我要做一个生意 我要赚钱嘛 对 第二个要的东西呢 就是time freedom 就我想做一个生意 生意帮你赚钱 我就有更多的时间了 不要把我的时间都绑住了 对 我们先从金钱开始 第一个概念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钱去赚更多的钱 对 这是第一个概念 那很好啊 对 因为每一个投资呢 其实就是一样的概念嘛 你去投资房地产 投资股票 共同基金 什么都好 你是用钱去赚钱 嗯 一样的 做一个business的话呢 做一个生意呢 你也是要用钱去赚钱 所以呢 有些极端的就问 哎 为什么我做一个生意 还有什么franchise费用 还有这个费用 还有这个要start up the cost 当然要这个 不然的话 满街都是做生意的了 对不对 不然的话 满街都是成功的做生意了 对呀 但是如果你没有right mindset 开了一家生意 也会倒闭的啊 对呀 嗯哼 有些人说 哎 我去找一份工作 我不用给钱啊 但是你去找份工作呢 你是用时间去换金钱 当你一天你不做工了 你不用付出的时间 就没收入了 所以这第一个概念就是 你要用钱 去赚取更多的钱 嗯 好 那我们讲第二个概念 就是时间的概念 时间的概念就是 你也可以用时间去赚取更多的时间 哎 怎么赚呢 就是我之前讲过的 每一个business呢 在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精力 去把一个business 给它build up起来 等它上了轨道 成熟之后呢 你可能就有那个flexibility 去adjust你自己的工作时间了 嗯 因为生意上的轨道嘛 你可以说哎 暑假到了 我这个业务 安排一下 安排一下 嗯 或者说我周末 我给我的manager去管理 你就可以flexibility 所以你已经之前花进去的时间 付出了时间 到最后呢 就给你更多的flexibility 也是时间了 哎呀 这真是上乘哎 对啊 就用时间去赚时间 是 当然第三个要素 这些东西呢 都会有风险 跟任何的投资都一样 嗯 可能是100% guarantee的 所以你要做一个企业家呢 你也要有承担风险的 那个mine set 那个破例 对 但是至少如果都透过了 friend net的重重的计划 安排 这个risk factor 就会降到最低了 其实你在选择做 franchise business的时候呢 你的风险已经降低了很多了 因为任何的这个加盟公司呢 他们已经是tested的 对 他们已经是proven的system 所以你在这一方面 在选择方面呢 已经把他的风险给降低了 一点都不错 对 然后在我的consulting里面呢 我也会在过程当中呢 我会教你们如何去评估 你如何去选择 对不对 然后也当中也帮助你减少风险 所以那总结就是 用钱去赚钱 用时间去赚时间 然后再承担一些风险 没有不劳而获的 你可以不劳而获的 可能就是你据成你家族的生意 这就是就不劳而获了 不然呢 你一定要钱 时间跟风险 我听懂了 就是要有成功人士的mind set 对 是大家可以打电话到 650-660-7837 650-660-7837 跟李英预约一个consultation的appointment 听听看今天李带来拿几个生意来给我们 李今天要来介绍的是coffee shop 对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coffee跟tee 为什么呢 因为打电话来的客人很多都说 我想开一家咖啡店 我想开一个珍珠奶茶 很多客人都这样 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coffee跟tee的franchise 这个呢我喜欢是因为它不单单是像只是serve咖啡罢了 就是很单调的 这个它的menu呢是很variety的 譬如说它的咖啡呢 它有signature drink 它说有dragon eye 就是那个浓缩 龙眼 对龙眼的 还有condensed milk的 哦 它也有 面乳的 对啊 还有那个french vietnamese coffee 哎 是啊 还有cocoa的coffee 所以这些呢就比较多样化了 对啊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多元文化的地方嘛 嗯嗯 它除了咖啡之外呢 它也有茶 也有green tea 嗯 thai iced tea chai tea 嗯 ginger lemon tea 哎呦好好哦 所以就很variety就比较有趣了 summer的时候呢 又有那个frozen drink 嗯 其他的饮品呢 又包括etern soda lemonate之类的 除了喝之外呢 当然每个人都会说吃些pastry 或者底色 小点心 对 他们也有 coffee shop的要求是什么呢 大概就是一千一百尺到一千五百尺 嗯 对 湾区这边的房地产会比较紧一点 会比较贵一点 所以他们要求在这一边呢 就不会太大 所以在一千多尺 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呢 因为coffee shop是easy operation 对 没有kitchen嘛 也是现在的文化最欣赏的一个行业啊 对啊 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在coffee shop 里面啊 开开电脑 看看东西 或者谈谈天 谈个生意 就是啊 像我们出去 除了吃饭之外 一定要换个地方来喝喝咖啡 喝喝冷饮 以前就一天喝一杯咖啡 现在搞不好就喝几杯 coffee shop就变成是一个 很悠闲的地方 对不对 复合潮流 对 另外一点呢 就是很多 客人也会担心说 哎 怎么starbuck 是不是每一个corner都有 其实呢 真正的 他们做过research starbuck有的market share呢 大概在35% 嗯 剩下的65呢 是战果 就是所有的boutique coffee shop 所以它的market还是很大的 还是很大的 并且有很大的继续发展的空间 只要你有一个特别unique的那个experience 客人就会来了 我觉得这个1100尺到1500尺是很make sense的 因为它本身不需要厨房嘛 不需要厨房 对啊 就是有有座位 足够的座位给客人做 然后有足够的那个attractive menu 让客人去选 对 然后可以看到这些人怎么做他的drink 这个也是一个享受啊 对 好的 谢谢李燕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片地级主持人的理查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